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 中共高官的出身一直都是坊间津津乐道的神秘话题 主要是人们很难从官方的资料中查到他们的真实的出身信息 父母信息都缺失 比如说像中共外长王毅 大家去维基百科搜一下 在个人资料这一项中只能看到他的配偶是前伟 亲属栏写着岳父的名字 钱加东 为什么写了岳父的名字却不写王毅父母的名字呢 他的父母是谁 他的出身究竟是平民百姓还是红色家族 为什么要如此的神秘 王毅本人也从来没有公开谈及过他自己的身世 如果去中国的网站上搜索王毅父亲 还会有病毒跑出来 王毅一方面要隐瞒自己的出身 另外一方面甚至不愿意用一个假的出身来替代 那说明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真实的出身 所以只能够空缺父母信息 那这就更加增添了王毅真实出身的神秘感 难怪坊间都传言 王毅是周恩来的私生子 那最近更是有人在爆料他的生母信息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个爆料视频 这个主管外交的双领导 一个是杨洁篪 那杨洁篪呢 他是个平民的子弟 一心呢就想做这个外交官 所以在上海呢 从小就爱学习英语 终于努力到这个外交部工作了 王毅呢 胡锦涛所力推的 力捧的 力剑的 王毅也是周恩来的私生子 王毅这个在日本做过大使的这么一个华坚 叫汉坚也行 华坚也罢 据袁公毅先生讲 他在日本见过这个人 还多少得对他有点这个好的认像 因为那时候他很谦卑 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最近几年 就跟吃了这个 打了这个狂犬疫苗 袁公毅先生很不理解 杨洁篪属于实力派技术型的外交官 而不是像王毅靠他自己的爹 亲爹 周公公周恩来 把他藏起来 藏到这个外交学院 党委书记家 周恩来原来的秘书 悄悄而藏 这个毛泽东都没有发现这一点 让他藏过去了 这两个人的背景呢 一个是存存的 平民阶层 靠能力 当然也得靠拍 看领导眼色爬上来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路靠自己的爹的资历 属于红二代 但是红二代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历史 王公公他家的历史 周公公的私生子 没人知道 很多人也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共产党教育 中国来多么高大 多么慈善 多么正义 多么这个正经八百 怎么可能这个在婚外 在小超之外 还有超人的过硬的这个性功能 留下那么多的私生子 那是不可能的 还一身正戏 编编故事这个东西 咽一下血就知道了 在这个视频中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 赵延的评论指出 王毅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官场 一再受重用 和他的红二代身份有关 这一秘密也隐藏得极深 甚至连毛泽东等高层人物都未曾察觉 爆料者还表示 中国两大外交官 杨洁篪和王毅 传言中提到 杨洁篪是一般平民子弟 靠着自身学识成为外交官 并且暗讽 王毅是周恩来和王坤的私生子 说王毅是因为周恩来的关系 才会有现在的地位 属于标准的红二代 而王毅的母亲王坤呢 曾经在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演出歌剧《白毛女》中饰演喜儿 也是他的成命之作 传闻称王毅因为是私生子 只能够随母亲的姓氏 而周恩来则在背后默默照顾这对母子 对于这一传言的真实性 有人提出可以透过亲子鉴定来证实 那这个视频中所爆料的信息 究竟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不得而知就像这位博主所说的 是不是真的呢 做个亲子鉴定不就可以证实了吗 不过中共当局呢 是绝对不敢做亲子鉴定来辟谣的 那就不能够怪坊间这些传闻满天飞了 那其实关于造谣呀 其实是有定义的 明明知道资讯是假的 还加以传播 那才是造谣 换句话说主观故意是造谣罪名的必要的条件 那不知道资讯是真是假 然后转发 这个呀不是造谣 这叫传言 有人喜欢用造谣的罪名来打击这类传言的传播者 我觉得呢不如去追问中共当局和那些高官们 让他们来证实这些传言是假的 如果他们不出来辟谣 那我就只能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些传言了 传言是王毅生母的王坤和周恩来之间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坊间为什么认为王毅是周恩来的私生子 理由又是什么呢 最显而易见的一点 当然是他们的长相 大家可以对比王毅和周恩来的面相 两人的眉毛 脸型 额头都非常相似 标志性的浓眉 嘴唇也非常相似 都是脖嘴唇 王毅博客南书房公布了数张 王毅年轻时候的照片 其中有一张是大学时上台领奖的照片 文章中说呢 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正在举行评选三号学生标兵典礼 照片中的青年王毅穿着一件衬衫 手里捧着获奖证书 眉宇之间充满了精气神 浓密的眉毛 深邃的眼睛 高挺的鼻梁 尤其是他浑身上下 散发出一种沉稳严肃自信的气质 许多大陆民众认为风采神似 大陆前总理周恩来 跟周恩来长相相近的 还有中共副国际领导人 全国政协主席周强 也同样是浓眉 周强的维基百科词条中呢 也没有父母家庭的信息 所以也有传言说周强也是周恩来的私生子 除了长相相似 人们也从海外媒体和中共党媒的一些报道中 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台湾的展望与探索月刊 曾经在王毅担任国台办主任的时候 专题介绍王毅其人其事 称王毅的外表长相英俊 风度翩翩 为人处事和举手投足之间 都令人想起早年的周恩来总理 2016年第21期环球人物中 有一篇文章 《王毅为什么这样红》 文章中描述 几年前媒体报道过 王毅岳父是周恩来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 钱嘉东 这对王毅是外交世家 但要说王毅沾过岳父的光 那不可能 周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多言 钱嘉东就没有沾周总理一点光 他是外交部普通议员 又哪有什么光给王毅沾呢 我倒是想说 王毅身上有周总理的某种遗风 为什么中共党媒在吹捧王毅的时候 要有意无意的将他跟周恩来联系起来呢 王毅身上有周总理的某种遗风 这句话的内涵十分值得推敲 遗风是遗传基因留下的风采吗 暗示王毅是周恩来的后代吗 我们来看看王毅的生平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1953年出生的王毅是中国恢复大学入学考试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他在16岁那年上山下乡 此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足足当了八年的知青 这段经历也使得他在当时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高龄考生 因为当时大学入学考招生文件规定 考生年龄不能超过25岁 也就是说王毅差点因为年龄与大学入学考失之交臂 王毅最终还是擦着年龄的边 以25岁高龄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就读 在班里他比当时年纪最小的同学足足大了7岁 但是较大的年龄也让王毅整个人显得成熟稳重 在入学后自然而然的被班上的同学推举当了班长 后来又当上了系学生会主席 1982年大学毕业以后 王毅进入大陆外交部亚洲司工作 王毅在大陆外交部成为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毫不夸张地说放眼王毅的履历 他几乎在所经历的每个职位上都创下了最年轻的记录 1989年王毅年仅36岁 已经担任驻日使馆参赞 1995年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时候 他只有42岁 2001年当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的时候 他的年龄惊人的还不到50岁 当时在很多外交部的老人眼里 王毅毫无疑问的将是未来部长的不二人选 2013年经过国台办主任的五年的历练 王毅正式就任外交部部长一职 大家想一想 这么牛的政治履历是普通民众能够做到的吗 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持续下落不明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回国担任外长 究竟王毅有何能耐 能被习近平赋予重任呢 两岸人士透露 高龄69岁的王毅能够打破七上八下规则 高升外事办主任 在秦刚失事之后又兼任外交部长 原因可能跟他的红二代背景有关 中共高层盛传王毅是周恩来的私生子 王毅和周恩来之间的关联 其实还有一个方面 那就是王毅的岳父 过去台湾国安单位掌握的情资是 王毅能够一路官运亨通 靠的是妻子前委的父亲钱家东 因为钱家东当过周恩来的外事秘书 不过呢 这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 根据对岸台商传回来的可靠消息 中共高层圈盛传王毅是周恩来的儿子 若王毅真的是周恩来的儿子 那就是真真实实的红二代 不是靠岳父那种烟亲关系 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血脉 其实王毅在政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狡猾呀 还真的是有周恩来的遗风 根据真相人物的报道呢 尽管王毅一直表现的像一个坚定的青鹅派 但是内部匿名人士透露 王毅曾经在早期对习近平和普京的结盟提出过质疑 王毅除了是一个官僚 外带还有一点喜欢学习研究的学者倾向 他在43岁的时候还在读研究世界经济的研究生 俄罗斯他作为一个没落的军事大国已经今非昔比 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只能够和中国的一个大省相当 更没有办法和主导世界经济的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相提并论 王毅大概非常清楚帮俄罗斯站台搞将和美国关系的政治风险和经济代价 但是呢王毅呢他也是一个在中共专制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政客 他深谙中共内斗的残酷和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全谋之术 1997年8月到1998年2月 王毅曾经被公派到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爱德蒙A沃尔什外事学院学习 也算是半个留美派他知道专制和民主两种制度水火不容 跟随习近平亲俄反美无可选择 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可能也知道改善和美国的关系是大势所趋 刻不容缓 这一点是不是很有周恩来老奸俱华的遗风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王毅的母亲有没有可能是王坤 王坤是中国的歌唱家生于1925年 祖籍河北唐县 1945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音乐系 曾经在新歌剧《白毛女》中饰演主角喜儿 并且演出央歌剧《兄妹开荒》《夫妻十字》等等 并且担任过东方歌舞团团长 在中国墙内的网站上 对于王坤的介绍通常会有这样的说法 当年毛泽东同志说他的表演 很有当年湖南妇女的革命气魄 周恩来同志也曾经在多种场合赞叹的说 王坤是20年前的白毛女 20年后的农友哥呀 坊间传言 王坤经常到周恩来的住处给周恩来演戏 邓领超丧失生育能力之后 周恩来通过王坤给周家留后 这也并非不可能 不过也有传言称 王毅的父亲不是周恩来 其父母亲是新华社记者 都是高级特务 其父死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 前新华社记者谭东勃说 周恩来知道国民党要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搞事 故意派十几个新华社记者坐上这架飞机 结果都做了炮灰 我们最终是没有办法来证实这些传言的真伪的 希望那些批评传言的人敢于去质问中共当局真相是什么 好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